过了日子她也不说心 别解释好心的说了 咱俩的父亲感情也走到头了 都写一个离婚结婚书 没有亲情 35年的夫妻为何走到花甲之年 却执意分道扬镳 她跟儿媳妇配合的好着呢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现在我弄不清谁是伯伯 这头儿全是她自己的感觉 跟她说不想多看她一眼 为何老夫老妻感情破裂的背后 却闪现着儿媳的身影 我还有好多委屈 我还得说出来呢 这等到吃饭的时候 她就全脸呢 三嘴巴打脑袋 我不曾离婚 离婚的真相究竟是婆媳风波 还是积怨已久的婚姻风暴 选择她当时后悔吧 后悔 那我怕什么呀 我能活多少天呀 老人们闹背 儿子嫁在中间她很难受 这段35年的夫妻感情 最终走向何处 敬请收看谁再说 2015年12月的一天 记者来到了李女士家采访 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出来没这个意思 你就是造谣 过来这个 他也不说心啊 别解释好听的说 咱俩的夫妻感情 走到头了 没有必要在一块儿这么瞎混 从来我没说过 没说过 我也看出123了 你看出123什么呀 就是人人之间就是没有亲情 我为什么选择要走这离婚这条道 随后 丈夫王先生 记者出示了一份 自己已经结好的离婚协议 但是记者却从这份离婚协议上 看出了蹊跷 协议上对于离婚原因的表述 十分的让我们费解 王先生写出的原因是感情不和 然而却被李女士改成了 因婆媳矛盾导致 这让记者感到十分奇怪 为何与儿媳的矛盾 会导致这对夫妻离婚呢 2015年12月17日 李女士带着这份离婚协议 来到了节目组求助 那个因为前两天家里闹点矛盾 他跟我就提出离婚 就写一个离婚写议书 这是叔叔写的 对 我们看到大屏幕上也有 离婚写议书 先生写的是因为感情破裂 但是敏感的是 我看这儿是因为儿媳妇闹矛盾 无法继续生活在一起 他那个写这份离婚写议书 让我签字 我没签 后来我就说 我说我必须得把我的冤枉 说了 弄明白 说出来 对 所以您觉得这个原因也不对 并不是因为你们两个感情不好 我认为就是这个是矛盾 但是我看到 方签字 您又没有签字 我没签字 我不同意离婚 因为我辛苦 那什么 我这家干了一辈子了 所以我不同意离婚 我还有好多委屈 我还得说出来呢 他委屈的原因 是归宫结底 他是不知足 刚才您说因为闹了点矛盾 您觉得这不是您先生的本意吗 我跟儿媳妇闹点矛盾 您跟儿媳妇闹矛盾 干什么要跟您提出离婚呢 他跟儿媳妇配合的好的呢 他跟儿媳妇配合的好的呢 这话听着我就觉得 因为这时候应该更像着自己老伴才对啊 不是这回事 儿媳妇是那个人家丈夫也堂 我们老伴也听人说话 现在没人气我说话 等于家里把您孤立出来了 对 完全都是他个人的想法 可是我听着说是在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咱们先不说这矛盾谁对谁错 但是65岁了 这个时候 而且您接下来 您未来的生活 他们都没有考虑吗 人家就考虑 把我给踢出去 完了 人家在一块呢 我对这个家庭来说 我是一个稀释宁人的图事上 儿媳妇一听我们那什么可高兴了 这都在什么要离婚 您为什么觉得他高兴呢 您是看到了吗 看到就星期五的时候 人家还打起来扯了嗓了 还唱两句 心情特别好 什么十八弯呀什么的 你说唱两句 说谁唱两句 我没听见 李女士上场后 并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自己的丈夫 而是完全指向了儿媳 她认为 丈夫和自己之间的问题 都是因为儿媳所起 因为儿媳进门这几年 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融窍 每次自己与儿媳发生争吵时 丈夫都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反而特别的袒护儿媳 这让李女士十分气愤 但是 让李女士没想到的是 丈夫居然会以为儿媳 与自己提出离婚 然而此时观察室中 丈夫王先生的态度 却与妻子的态度完全相反 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 冰岛在前期采访中 与儿媳取得了联系 然而儿媳的回答 却让我们感到十分的惊讶 究竟是儿媳不愿意承认和婆婆之间的矛盾 还是李女士故意要把问题复杂化呢 那么儿媳知道公婆因为自己要离婚之后 又是怎样的反应呢 你们写这个离婚协议书 他们都是知道的对吗 知道 一点没有因为这事着急 人家不着急 人家就想着 我早一天走了 人家就等于把眼中钉 肉中刺就给拔了 真的人家配合得好着呢 在这我问一下先生 你好叔叔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离婚协议书 你写的是因为你们两个人感情不合 但是刚才我跟阿姨聊了一下 阿姨说不是这个事 是因为家里面和儿媳妇的矛盾 并不是你们两个这些矛盾 你怎么认为啊 我感觉啊 他刚才说的这些话 不一定就是正确 我理解不一定正确 他说我们 我跟儿子儿媳妇配合得好 那我在家庭里头啊 我对家庭的处事啊 我是想着稀释宁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叔叔我想问问 那您为什么写因感情破裂 无法继续生活 对我是这么写的 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我感觉确实我们俩的感情啊 基本上就破裂了 所以您看啊 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离婚协议书 你们两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据李女士讲述 离婚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这一切都是因为儿媳从中作梗 自己与丈夫结婚几十年 一直感情稳定 可自从儿媳进了门 这一切就全都变了 儿媳妇儿 他们俩在一个礼拜天 在屋里的那什么 动手斗 你听见动手斗呢 儿媳妇儿 就那什么正好出来 就来一句 傻貌 就来这一句 当时一会儿 说谁呢这是 我不知道说谁呢 当时那屋里只有我们俩 我老伴在厨房做饭 那个孙女在那屋哭 儿子也在那里 他出来就来这一句 完了还说那什么 以后我在这家里 我想骂什么就骂什么 就是您医生没坑 然后他就说了这么多 还是您中间 也跟他说什么了吗 是 我说您受个更冷教育 不能张嘴都骂人呀 他说您的意思骂孩子呢 没骂我 我说这是你家吗 我说这不是你的家 他把我们俩这个闹包的归因 都归得而其二 要我说就是 他们蛮不讲理 在这之前 把饭做好了 蹲在桌子以后 人家才从那屋出来呢 他们不帮着收拾收拾 做做弄弄吗 不管那天我就说 我说你们吃饭之前 能早出来几分钟吗 我们老外你就是说什么 我还没说什么呢 那意思我没资格说呗 李女士讲述 在生活中 儿媳经常有不尊重自己的地方 然而每次自己与儿媳 发生争吵的时候 丈夫都不会指责儿媳 反而会责备自己 这让李女士感到十分的委屈 也十分的心寒 所以请您这个描述 儿媳妇就是 至少不尊敬老人的这种观点 我也不想 你给我买身冻一买 我就想在这家里得到尊重 您在写一些什么东西呢 写他说的这些事 然后有不对的时候 需要的我来解释解释 这个很能理解阿姨的心情 因为说实在 不管怎么样 儿子也好 儿媳也好 这都是晚辈 所以这个父母 都是应该尊重嘛 这个总得有个由来吧 就您和儿媳妇 是什么时候 开始有这些问题和矛盾的 在这之前也偶尔有点矛盾 但是没有这么 像这次这么激烈 就从3月12号就开始 就从他骂我 这条去一会儿 他自己的感觉吧 所以当时这个事 肯定是让您这心里 特别不好受了 您当时就是这个事发生之后 您没有这个 马上跟老伴说吗 还是您怎么样了 我走了 您上哪儿去 我上我酒 您离家出走啊 我走20天 在前期采访中我们得知 李女士这次之所以会不顾后果的离家出走 起烟只是与儿媳的一次争吵 然而让她更加伤心气愤的 却是自己与儿媳争吵后 丈夫的不闻不问 这让她对这段婚姻十分寒险 等于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 其实从我们现在来听啊 是您觉得最不公平的时候 您为什么反而您走了呀 人家都是一头的 人家人家说过说我呀 我们老伴就说我了 反而老伴还埋怨您了 不是我是埋怨他 什么呀 我次问你三十多年了 你把事调起来你走吧 就这样 我把事我挨骂 还得我把事调起来我走了 后来那个儿子打电话 他也打电话 说让我回来 后来就上我弟那去接我去了 儿媳妇说什么呢 说两句还走了 我就现在我就想问问专家 我现在我弄不清 谁是婆婆谁是儿媳妇 回来之后怎么样了呢 态度是不是大家缓和一些 好一些了呢 他也没做任何道歉 就我一直就不理他 这过去好几个月了 你们两个都没说话吗 对我不理他 那我想问一下先生 您看啊 这个刚才我们听这描述 儿媳妇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不妥当的地方 这个毕竟是婆婆呀 然后也是您的老伴啊 怎么他就被气出去这么多天 然后家里人也没有人 赶快就是第一天第二天 赶快一看这老伴不在了 赶快把老伴接回来呀 是啊 是接他回来的 当然我的气儿还没见什么呢 没消呢 他走了十多天了 我那儿子给他打电话 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的可能是再过几天 对于妻子的离家出走 丈夫似乎并不在意 反而希望这次出走 能让妻子反思一下自己身上的问题 但是妻子却认为 自己受了委屈离家出走 丈夫不但不关心自己 反而幸灾乐祸 然而就在妻子李女士回家后没多久 家中再次掀起了巨大波澜 那回来之后这个事情慢慢地缓和一下不就好了吗 到那个八月份的时候 八月一号二号三号 我那个买回东西来 把孩子接回来 坐熟了 站在桌子上 他们仨并排着坐着 老伴坐那头 我坐对面 儿媳妇在桌子上就开始骂了 也不点名 就在喊着骂 说什么 你缺心点啊你 你有病啊你 因为这三天就这样 第三天我实在受不了了 后来我中午我没睡觉 我不愿意 一个在吃饭的时候 我不愿意跟他骂 再一说当着小孙女 我不愿意跟他骂 可是一桌子人 大家都没有人觉得这话不妥吗 都觉得那什么 我老伴说什么 我没听见 他没听见 儿子说什么 他在看桌上教育孩子 有什么不应该的 您觉得这话是说给谁听的 我听着就刺耳 因为你说在家里 老正骂骂咧咧的 他就教育孩子这话用的也不妥当 我就问问这家 是不是教育孩子应该这么教育 这些话也说的不妥当 当然说可能站在婆婆的角度 认为是儿媳妇这个搂草打兔子 或者说是借着说孩子 然后呢可能也烧上了婆婆 可能站在您的角度 可能就有一点点多心 这也能理解 因为我们每个人 内心其实都是有限的能量 而不会说可以包容一切 咱就说这儿媳妇 说实话 您前面说的好几个 我都在底下这自己嘟呢 一般说 您说吃饭能不能早点出来 是吧 然后呢他就说什么 怎么着来的 在屋里看电视 对我出来玩手机 对对我出来怎么了 然后我先刷碗那水凉 我就不刷了 我怎么了等等 就这种话呢 就是我怎么觉得 就是你这孩子惯坏了吧 您是不是过去管孩子少 我不知道您跟儿子之间 亲不亲 比方说您很亲儿子 但不知道 从一个小孩子的眼光 比方我妈过去 管得我不多 可能我就觉得 跟他没那么亲 谈恋爱的时候 就跟儿媳妇说 哎呀我跟我妈 其实不怎么亲 我妈原来不怎么管我 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一些信息 可能儿媳妇也觉得好像是 哎呦你看管我先生也不多什么的 可能是不是天生的就对您有一种距离感 另外一个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说您跑了 然后接您这件事啊 您个人认为儿子几次给您打电话 是说我想妈了 就家里缺妈不行 还是说哎呦我妈一走 这也没人伺候我们了 然后得了吧赶回了吧 是出于这种心理 还是说真的是爱您 然后老伴呢对于您 你走就走吧 我也不太过问 您觉得他是您走了 这家真清静 少了很多是非 还是说老伴呢觉得呢 就让你散散心情 就是对你好 你是怎么分别判断 你的儿子和你的丈夫的 我儿子也可能有点让那什么 赶紧赶紧回来 就那意思解决那什么 你觉得他是想解决纠纷 是吧 那丈夫呢 他其实他也认为让我回来 我如果我不回来的话 他那个还得买菜 还得做饭 还得接孩子 就是他爷爷的事 如果我要是在家呢 买菜买东西 接孩子就全是我的事 是让你回来 你干活来了是吧 想着是吧 他这我问一下叔叔吧 嗯 来求证一个事啊 刚才阿姨说了很多 其实儿媳妇在家说的话啊 我们先不说这话 是针对谁说的 您听到这些话了吗 他再也没有教养的话 他也不会直接对着婆婆去 那这个话是说还是没说 我们说不管他是对谁说的 就是这话说还是没说呢 可能是说了 是叔叔 咱别可能 这个您听到就是听到 没听到就是没听到 听到了 那我再问您一个事儿叔 刚才建一老师问的这个问题 当时大家这个不管是儿子 让妈妈回来也好 我说您让老伴回来也好 是觉得哎呦 这个家里你看这不能少了 这个女主人 刚才我请阿姨的时候 我就说请女主人 还是觉得哎呦 这家里不行 这少了这老伴啊 这家里好多事没人干了 我感觉他走了二十天 家里挺好 起码是家里清净了 这话是出来以后 阿姨听了肯定不是乐 心里该难受了 是啊 心里更凉 本来就那什么就够凉的了 这你说更凉了 刚才聊了好多 其实都是针对儿媳妇说的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每一个人 特别就说他刚才是儿媳妇 我觉得每个人表达方式都不一样 有一种类型的人呢 可能特别会来事儿 如果说话也特贴心 让你高兴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特别直来直去那种 说话也不算计 但是他也没心眼 又没坏心眼 我觉得反而我倒觉得 是这个婆婆是不是 想的太多了 什么说点什么 都跟自己啊 对号入座 我就那一 要在饭桌上 二十三十分钟 张口就骂 缺心眼啊你 这个 比如说缺心眼这个 可能他们小两口 直接要是交流啊 可能就是这种方式 互相的 就是这么连打再闹啊 就是一种很正常的 在饭桌上呢 在饭桌上 大家吃饭的 不是要这么说呢 合适吗 这个我就说 表达方式不一样 可能是您有点 割虑多心了 我还真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你可以教育他 跟他讲 您这种说话方式 孩子我接受不了 你有没有 跟儿媳妇说一下 我给儿子写信了 你怎么写的 我给儿子写一封信了 我就说 你媳妇 是觉得这家人 好气候呢 还是觉得这家 割不下他了呢 我说如果他 不怕对孩子 有影响 我也长着嘴 我就说了 我说我也会骂 不是要不然我找你妈 跟你爸爸 要不然我上你单位去 那我怕什么呀 我能活多少天呀 那个我就想问阿姨 你觉得您家 是婆媳矛盾 还是夫妻矛盾 我怎么觉得 像夫妻矛盾 因为刚才老伴说 他走这二天挺好 这显然 这就夫妻关系 出了问题呀 夫妻是一体的 老了老了是老伴 结果老伴走了挺好 是夫妻矛盾 可是您现在 就指向了儿媳妇 听您老伴的话 会觉得包括他写的 离婚协议书 也是因为你们 二人夫妻感情不和 但您是觉得 因为媳妇的问题 所以老伴 才会对您有一些怨气 此时我们发现 李女士上场后 一直在讲述 与儿媳之间的矛盾 这与她今天 来到节目组的目的是不服的 我们发现 要想彻底解决 这个家庭的问题 首先要做的是 解开婆媳之间的心结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解决 李女士和丈夫之间的矛盾 于是在节目现场 主持人提出 与儿媳进行电话连线 那么对于公婆之间的矛盾 儿媳又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嗨 您好 王女士 妈 您好 我是 我们是北京电视台 直接在说节目现场的 我是主持人宇童 你好 人说 父母二人到了这样一个年龄 他们拿出了一个离婚协议书来 我们也是希望来调整一下 跟婆婆最近之间 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很久了 因为刚才婆婆也提到了 最近几个月 好像你们没有怎么沟通是吗 对啊 你怎么看这个事的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沟通 因为婆婆会觉得 现在整个家里面 包括公公啊什么的 好像大家都是想法一致 只有她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你是什么感觉 能告诉我吗 我已经无所谓了 我觉得说什么话 她都痴心啊 之前发生的那些事 婆婆是觉得可能这些话 即便不是针对她 她也会觉得不舒服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你是觉得当时 这些情况是误会吗 反正我就觉得 这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吧 比如说有什么事 当面当时发生这件事情 当时说出来 如果当时说 当时解释 我觉得应该不会 通过儿媳的讲述 似乎婆媳之间 并没有太大的矛盾 只是婆婆自己 把问题严重化了 本着这个基础 我们开始全力调解 王女士和丈夫之间的矛盾 这您和你老伴 关系一直特别的好吗 我也不是 也是有矛盾 我都不想说呢 什么 感觉您提起来 其实还挺委屈的 刚才看一开始 那个短片的时候 您先生也说了 就是咱们两个 也是这么多年了 该考虑考虑了什么 这样子的话 您觉得是您对先生有怨言 还是他对您更有一些想法呢 那咱们不知道 那先问问他 好吗 我先问问您 您刚才一提到这个 我提到您和先生的感情的时候 其实您停了一会儿 然后好像有很多话 又欲言又止 说不得 什么叫动手 先生会动手是吗 是在年轻的时候吗 最近好点 知道阿姨 您是想绕开这个话题 但是最近好点 难不成这么多年 先生就是跟您吵架的时候 都会动手吗 您应该觉得不管怎么样 夫妻吵架 如果有人先动手了 那应该 为什么反而先 他觉得他比我有理 可是动手 是吗 对 就是这个动手啊 是你们夫妻之间吵架 只是 比方说推一推啊 或是生气 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 还是真的会动手打了你 这个是有差别的 身体吧 打脑袋 此时 李女士说出了 压在心底多年的话 原来 多年来 丈夫一直存在家暴的恶习 而且每次都是以自己的忍让 得以收场 但是我们发现在节目录制中 她却有意回避这个问题 而放大与儿媳的矛盾 也许正是一位丈夫多年来 对自己的暴力 李女士不敢与丈夫直面冲突 只能将自己身上的委屈 都转嫁到儿媳身上 也正是多年来 在这个家中委屈求全 所以她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这段婚姻 所以这次呢 她写离婚协议书跟我的什么 让我签字 我没签 那我要问问先生了啊 先生 您真的会在吵架 生气的时候 您脾气上来了就会动手吗 她是没完没了的 为这事老数的我 老叨的我 气急了 明白了 先生这个肯定我们要否定啊 不管在家里发生什么 就这些男士都不能动手 但是呢 先生也说到了 他这个一着急啊 一生气反而说不出来 大家忽略了 这个男士跟那个我们的记者 在聊的时候就说 他这个动不动就嚷 动不动就吼就喊 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的 这个打人啊 肯定是不对 但是呢 他打人是一种什么表现啊 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就是没有办法 他急了也说不出来 也道不出来 他可能会打人 这个首先是错误的 但是我想在这个家里 强势的并不是打人这个人 这个女士能说一下在家里 您就就直说 是您更强势一些 还是您老伴更强势一些 我们俩人说话 说不了了 三句就太急我也急 要我说就是 他蛮不讲理 刚才您说到呢 跟老伴闹矛盾的时候 老伴会给您大打出手 在家庭当中啊 您跟您的儿媳妇也闹矛盾了 跟儿媳妇闹矛盾的时候 除了我们说争吵 还有没有更加厉害 比如呢就是开始对骂 甚至动手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没有 没有动手 有没有对骂过 就比如说当着您的儿子 您的老伴就开始了 就比如在家里边开始争吵 没有 也没有 那每次发生完了以后 他说完了 您就通过儿子这样的方式 来跟他递话 是吗 对 我就说如果他再继续骂的话 我说我也长得本 我也会骂 既然你不怕 对孩子有影响 我怕什么呀 要不然我找他们家去 找他们单位去 我都写上了 您还是希望 就是不要把这种 我不愿当着孩子 对他去骂 其实我怕什么呀 怕对孩子有影响 这个我真的是支持阿姨 就是不管大人们之间怎么样 的确要考虑 这还有个没长大的孩子呢 自己有错的地方 他不认识不到自己的错 他老有理 此时观察室里的丈夫 对于妻子把所有矛头都只向儿媳感到很是生气 他认为今天夫妻走到离婚这一步 是因为这么多年 他们两个人的夫妻感情早已破裂 与儿媳根本没有关系 为了澄清事实 不让妻子混淆是非 影响专家老师的判断 王先生冲到了节目现场 其实我对叔叔印象挺好的 够松了呢 脾气不好 您是因为什么就跟老伴 您就会生气 然后就会动手了呢 他这个人有点不讲理 怎么个不讲理 什么事情 就算他是自己做错了的事情 千方百计得找点理由 总归把这个问题 归击到别的身上 跟自己好像没关系 总是对的 总是对 总是有理 所以您有时候说不过阿姨是吗 反正是嘴眼笨点 尤其一生气了 这魂闻多多 就结结巴巴巴了 儿子脾气也急是吗 也急 动不动就翻脸了 那太太也是高八度 您会高八度吗 那我好像比他们还高点吧 叔叔叔 就是这个特别好 可坦诚 特别直板 可坦诚直 所以就是说 看来家里面这矛盾 也不是因为某一个人 就大家还都是这种 这矛盾啊 要说起来 这话太长 太啰嗦 那我就想问问叔叔 您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这个两个人脾气 不是像想象的那么样 结婚当天是怎么样的呢 你说当天我就要掉眼泪了 新婚大喜啊 这应该很新的 是新婚大喜啊 说好听点新郎官 对啊 好这一辈子 这大事 这冻床花竹叶 最高兴的 结婚当天 忙了好几天了 溜溜的 折腾一天 折腾一天 喝点酒 完了以后 进到我们那里边那屋 我喝点酒 那里面窝的 我可能我的心太大了 你睡着了 把她忘了 没事照你 没事什么的 你哭的哪门子 你看我们女士都明白 就是 想家了 想娘家了 新婚之夜市 这个对您来说很重要 您觉得媳妇哭很不应该 但是呢 媳妇也会觉得 您怎么倒头就睡了 我是新媳妇啊 我来问问啊 我来问问阿姨 是不是当时就是这个想法 对吗 阿姨啊 大姐们都会这样想啊 阿姨 您当时哭是为什么呀 本来当天啊 那个野门里野门那什么 人家自个儿呼呼 人家自个儿睡了 没人理这茬 你叫叫什么呀 反正我就觉得委屈 你说干嘛来呀你 就是说 您是那个把客人 您忙活一天了 然后又喝了点酒 客人走了 然后您就直接回来 就倒头就睡了 是吧 我进来以后呢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时间不早了 大冬天的 你说说我们的意思是 就是我们都看过电视剧 挺浪漫的一件事啊 挑个什么 以前红盖头啊 然后两个人什么 落个磕呀 喝杯什么酒啊 什么的 就是您怎么就睡了 我们的意思是 要不人家委屈呢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一个是喝酒了 才一个 一个多礼拜 一个多礼拜就是准备的事啊 别累了 就是没什么内容 然后就睡了 对 要不然亲娘自己坐边哭嘛 我已经跟你说了 这么晚了该睡觉了 这事不能这么实在 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结果的让您把它搞成了一项工作 好像这个按照流程来 到那一项没完成睡觉 对 你不来 这个一点太生硬了 这不是您刚才那个做法啊 太实在 如果说咱们说结婚十年了 哦 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所有人都说 邓嫂 您是结婚当天的 叔叔 您不错了 估计要换成是我 我媳妇得告诉我 出去 她得让我出去 面壁思过 想明白再回来 叔叔 叔叔特别无态 就是您看作为男性 您看这我们这两个男性 我们千万不能偏啊 我们别觉得我们女性 好像说什么 刚才那个叔叔说 别说这新婚之夜 说我就得哭 对啊 她开始没哭 她哭您没哭啊 我一搭茬一说话 就哭了 您为什么要哭呢 你悲惨 谁悲惨 是您悲惨 还是那个那个 其他悲惨 阿姨 您老伴悲惨 您说谁更悲惨 我感觉这事 有点太悲惨 但您觉得我们 为什么是乐了 我们真觉得您特实在 我们这乐没有别的意思啊 就觉得叔叔 您这个过得 太实在了 您可能一开始 真的输在起跑线上了 你看啊 人家说五一结婚 然后您非得 大冬天大年更结婚 是吧 给一个女人的感觉 就是你看这个男人 挺着急娶我的 一定是挺喜欢我的 离不开我的 您是给女人这种感觉 可是呢 辛辛苦苦的婚礼办了 东方花朱叶呢 您自己睡了 于这个女人来想 她爱我吗 她为什么要娶我呀 她心里头可能就是 十五个水桶 七上八下的 但您作为一个男人 您可能理解不了 这层含义 对 那是她的心觉 我倒没想 过去都会那么长时间了 我都没想 那我想问问 结婚之后呢 让大家都了解了 有些话也说开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结婚之后 这个结婚纪念日 我们从来没过过 互相之间也没话 上一天班 回到家 没有个热乎刺 谁跟谁都不说话 谁跟谁也不交流 我跟叔叔平在大状态 谁也不理想 这话特别少 她也不怎么说 我也不怎么说 见了同事还打个招呼 在家好像没话题 没得了 都这样吗 那吃饭的时候呢 大家是说话还是不说话 还是一说话 就像他描述的 那连着几天的儿媳妇 都说的话不好听 刚才我在下边听着她说那个 只因为儿媳妇说了这句话 她说这话 我感觉即使是说了 也不会对婆婆的 这不是针对 所以您当时 都在吃饭 说一句 那这个话出来 您觉得就是 不管怎么样 您也是长辈 就是在您听来 您觉得这话是没什么吗 还是就是 您觉得他的语气也好 或是当时表达的也好 不会让您觉得 这话其实守着大家 守着孩子 特别守着孩子 说不妥当 我就感觉他是说孩子 我就觉得 在这饭桌上不合适 我真的 我听不惯这 骂嘞嘞的 您始终强调 就是 其实这跟儿媳妇没关系 是你们二位之间的矛盾 对 我是有这种感觉 您为什么始终认为 是您二位的矛盾 但是您太太讲的 都是她跟儿媳有矛盾 但是您不站在她这头 有些什么事 您会觉得是您二位之间的矛盾 简单的说 站谁一头的话 我想在座的 儿媳妇 她毕竟不是咱们原来原生派家 嫁到你家里来了 儿媳妇做的 有天差的话 按哪儿有做的不对的 可以去跟儿子说 你直接面那边 一指责 胡子太妥 您认为老伴把这事闹大了 啥呀 就是老痴心 别人说的话 把那什么的话 就往自己身上拦 说话没服务 就拿第一次 她跟儿媳妇吵架了 来说吧 然后那孩子从小屋就出来了 奶奶 奶奶 连着就叫了七八声 我一听那孩子出来了 等我这这门还没抽完呢 我嗓门就大起来了 其实她没听见 她说媳妇吵架了 您太太嗓门就大起来了 她说什么了 我是说了一句 我说去找你妈去 你妈不吵帽 我说奶奶啥帽 我得出去了 这俩越吵越厉害 你一句我一句 就这么嚷嚷 一个比一个嗓门高 指责儿媳妇 也是这么指指点点的 儿媳妇就站在那沙发前面 我就这么着了 我就这么着了 还叫你为什么不理她 还叫你为什么不理她 就这样 我说我媳妇 我说你啊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您干嘛 这时候您不觉得 儿媳妇做的不对吗 就是不管怎么样 儿媳妇不能当着面 就是这样子 刚才您用了这个手势 就是这样指着去说 对不对啊 您为什么马上就向着 儿媳妇就说老伴了呢 他这人就耳朵跟着特别转 他还挺外国人的 刚刚建一老师也问 起因就是那句这个词嘛 对不对 这为什么蹦出这么个词来 我感觉 那个儿媳妇说这句 应该说的是孩子 孩子从小屋出来 连着脚的七八声 奶奶 奶奶没吱声 奶奶 她也不搭遥 哎 没不理我 我说我说当你妈去 我说奶奶啥傻帽 儿媳妇就说 听了下去了 背着门就出了 现在您听我说一句 姐姐问题有很多方式 你比方说 奶奶这个七八声 没听到 或者不管有意不作答 还是真的就没听到 这个比方儿媳妇 如果是个西式宁人形的人 就会说 妈您没听见吧 对 那个谁叫你呢 或者说我们孩子叫你呢 对 或者你也可以说 你说有那个 比方胡鲁胡鲁小孙女 奶奶孙儿大了 可能有点耳背 没听见 就是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们家怎么那么奇怪呀 都不朝着解决问题去 就朝着指责 老想抓出去坏人来 是否您带头在家抓坏人呢 你就想抓您老伴 是那最坏的 在记者的前期采访中 王先生也向我们讲述了 他们结婚35年来 妻子几乎没有进过厨房 并且日常家务和照顾孩子的重担 全都由王先生来承担 这让王先生心中 一直十分的不满 在前期记者与儿媳的沟通中 也谈到了此事 我觉得我公共在家 也挺不容易的 天天要给我们做饭 你想晚上 至少得两三块了 还弄个汤什么的 刚做完心脏指甲 出炎的第二天 就被我们做饭 我婆婆突然去这屋 我就特别想问问啊 就是您为什么会习惯性的去觉得啊 不管这个事对也好 错也好 反正老伴已经做的不对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么多年 开始认识的时候 你们是自由恋爱呀 还是别人介绍呀 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认识多久结婚的呀 半年吧 现在的名词就是闪婚 赶快找一个成家 了却老人心愿 也完成了自己终生大事 在丈夫王先生看来 自己和妻子结婚时 都已经是快三十岁的人了 在那个年代 算是相当晚的年龄了 因此 从认识到结婚 只有短短半年的时间 况且由于妻子的工作原因 在一起的机会也十分短暂 彼此了解的也并不是那么透彻 这也成为后来 在家庭生活中 两人摩擦不断 意见不合的主要原因 那么对于丈夫的说辞 观察室中的妻子 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那我问问阿姨 您认识叔叔的时候 也三十岁了 您那时候着急结婚吗 那我老上我们家去 非得着急结婚 我想五亿多待几个月 所以其实结婚前 对对方 你们两个了解都不多 也可以这么说吧 好 谢谢阿姨 那我问问叔叔 就是结了婚之后 跟您之前的想法有改变吗 您什么时候发现 两个人可能有什么事就着急啊 婚前了解的太少 你爱的什么地方 虽然说我对这个爱的这个 也不懂 就是过日子 我看着他五官没毛病 身体也不是爆 是个女人 结了婚成了家 叔叔你这实在 您就觉得就行 就行了 没考虑 他本身是什么脾气 那我就想问问叔叔 您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这两个人脾气 不是像想象的那样 开始我就认为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 在孩子几个月的时候 上早班 半截的老师给我打电话 拿肚子着凉了 问我为什么不给孩子 带个换血的衣服 我说你这大妈的 应该心比我气 早起来你送孩子 不给孩子带两件换血的衣服 我感觉我这话应该没毛病吧 人老先生来 你感觉你那么早 你就走了 怎么的 我把孩子送到那儿 赶紧还得追车 孩子还得上班 没毛病吗 您觉得有毛病 您说说 您觉得怎么了 当时您听完 那你不知道 我这礼拜我上早班 我走得比你早 当时两个人就吵出来了 孩子是你送去的 我跟你说这个事 要不然你换一种说法 早上走得急忙忙的 我就忘带了 忘带了 或者说下回注意点 你觉得他当时的 当时那口气 那嗓门 你就知道 你早上去了 你走了 我没出去玩 我上班去了 而且当着我妈的面 你这么顶我 您动手了吗 动手了 这是第一次动手 第一次 留下病根了 留下病根是指什么意思 病根就是我的毛病 就是爱动手了 一生气了也动手了 从教父王先生的讲述中 似乎感觉到 他对自己的这段婚姻并不是十分满意 只是当年情形所迫 不得不结婚 如今35年过去了 王先生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了 于是提出离婚 这个事情 我发想到这儿来 因为是在家没法沟通 没法交流 就说这家庭老纳矛盾 这个事 我说你感觉咱们这日子过得舒坦吗 我就问他 他说什么呀 你过得幸福不行 他也没说 我就问他 我说哪个月开销了多少钱 你根本说着 我们心里也有个数 完了他说不知道 你往家里的贴物多少成功呗 他来就不知道 你管的账买东西也是吧 钱来两个不知道 我说要不然以后这样 我呢全报了 你一分年你也甭出 那还不合适 就是聊不了天 你问他 他也不愿意说 可能一说出来话 你也不想听 好像就牵扯到人 我们俩的 想吵架 闹矛盾那事了 把以前的事又扯出来了 跟你的朋友家人 就是周围的人关系怎么样 说到妻子与周围人的 王先生先是沉默了一会儿 从他的语气中能感觉到 他对妻子的不满 然而在前期采访中 妻子曾告诉我们 丈夫有一个心结 就是丈夫的哥哥向自己家借钱时 妻子曾经拒绝 这件事情让王先生对妻子十分失望 那是我亲哥哥 我是逼得没办法 那他是跟你发牢骚 还是也跟哥哥他们就是会说什么呀 他跟哥哥他们当面说过什么话吗 借了一万多了 没还 又跑那借 我们家那会儿也没钱了 最后一次我二哥来找我借钱 我走的时候甩下这么一句话 你放心 今后就算要饭 也要不到你们家门 我二哥说 您二哥说的 您太太当时说什么了 您二哥说这么一句话 他就嫌弃我二哥又来借钱了 我们家没那么多钱 你把我们家当银行了 或者什么的 可能是说这一笔话了 您当时说了什么 我说二哥 我说您拿三百五百块钱 那我不当回事 我们家里只是这钱呢 我说了一句这样 就是刚才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 感觉很不好受 那肯定啊 因为我二哥也曾经帮着我太多了 由于妻子的介入 让王先生与哥哥之间的感情 出现了很大问题 对于这件事 王先生一直是耿耿于缓 然而就在前不久 妻子所做的另外一件事 彻底让王先生死了心 并连夜起草了离婚协议书 要求马上离婚 我有俩独立 都关系不错 逢天过节到我那看看 我们在一块儿怀 差不多要两年了 前我们玩的时候也讲了 不能顺胡 他就要胡 这把牌反正没让他胡了 就不高兴了 十二点有人敲门 大同学起来就开门 哟 师娘来了 十二点你来干嘛 完了来了以后 从兜里掏了三百块钱 啪的往那牌桌 这一摔赔钱 我赔多少 怎么说 真生气了 后来我再站起来了 我说你干什么你这是 你给我留点面 你也不能这么干啊 让我问问阿姨啊 阿姨 您怎么还真把这事放心里了 还揣着钱到那个徒弟家去了 我就想啊 既然玩牌就是娱乐 没必要极致白脸的 如果极致白脸的 你说玩一玩什么劲 我说既然极致白脸的 我说我就不会玩了 我就不想玩了 本来我都睡觉了 越想越生气 越让你生气 后来我去给送你了 据王先生讲述 类似这样的事件 在生活中经常会发生 妻子的自私和暴躁的脾气 让丈夫再也无法忍受 于是在2015年11月 忍无可忍的丈夫写好了离婚协议书 摆在了妻子面前 没想到却遭到了妻子的断然拒绝 而节目录制到此时 说到妻子为人处事 让自己感到厌烦时 丈夫王先生突然爆出 其实这次离婚并不是第一次 早在多年以前 自己就提出过离婚 当主持人谈到儿子时 李女士突然哽咽了 在我们的前夕采访中也是如此 只要谈及儿子 李女士就忍不住地时声痛哭 在李女士内心 多年来对丈夫的言人 和对这段婚姻的宽容 她都是因为儿子 但是丈夫并不理解 自己内心的想法 现在居然坚决要离婚 这让李女士无法接受 你跟儿媳妇老人闹别 儿子嫁的中间她很难做 你就没考虑这层关系 你上那些我徒弟家闹到那一套 你就没考虑那是我的朋友 你让我的脸往哪搁 你最坏儿子你要不饶你一句 人家还没跟你要那什么钱呢 这还是归因问题 我就信服了 贤姻老师说的 这一个归因问题 你老把这个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后事的事 就是因为有钱门的事 所以我才这么着 你要不说我能知道吗 我能知道 人家跟我要那什么钱吗 人家没找你要啊 那你说这一话 我在家说话就是这样 交流就是这样 你们的理儿都没错 我真的想说叔叔讲的道理也没错 阿姨讲的道理也没错 可能你们这么多年 就是大家都在家讲道理 你们为什么会吵架 就是你们讲的压根不是一个理儿 刚才这一幕似乎还原了 这对夫妻日常生活的状态 这三十几年 他们就是这样争着过来的 面对他们这样的表现 专家又能从中看出什么呢 其实阿姨您知道您在建筑企业 您这样盖一个楼房啊 是不是最基础的是 它那个低基打得好不好 对不对 那你看交流也是一样 如果低基就没弄好 我不想听你说话 你一要张嘴我就开始烦 就有时候这老夫老妻过到一定年龄啊 就你还没张嘴呢 我开始烦 还别说把话听完 根本就不想听 所以才会出现一个人走了 那人挺嗨的 在家觉得 哇可亲近会儿 我觉得你们俩没大事 说话感情基础好不好 三十年了 基础不好也夯得够实的了 就是在于这个交流 我觉得你们俩要稍微能够 从六十多岁开始学学 提高情商这回事 可能也是一个挺有乐趣的 有人说 能为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还来得及吗 不是秉信难移吗 但是学习可是要终生学习的 从学习的角度去改变 我觉得还是有出路的 两位叔叔阿姨 您每人都回答我一句话就好 好吧 我们就说您两位这个婚姻已经三十五年了 将近 那我问一下这个叔叔 您后悔吗 现在想起来 有点了 就是您的回答是后悔 后悔 好了那我问这个大姐 您说后悔吗 不后悔 我认为我眼光看错人了 他们两个的回答是互相起的相互作用的 我发现 对 对 叫着劲呢 你后悔 我比你还后悔 而且我相信刚才如果那个 就是男士如果当时要是说我不后悔 您的回答绝对不是这样 现在有一点赌气的意思 您就说我说 先生我不相信啊 您说您老伴身上一点优点没有 您能扛三十五年 我都记着了 记着了 好 这个先不着急了 记着了也去心里了 对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语言的时候 不能够说一旦出现了问题 就把问题无限的放大 把好的全揣兜里 还藏好了 掖着 有的时候这个说好话 把好事办好 得说好话 就是我们对于好的语言 不能太运输 通过几位专家老师的分析 我们的确能感受到夫妻两个人讲话 总会不在一个轨道上 似乎他们都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会去考虑对方的感受 这不仅仅影响了夫妻之间的感情 更是牵连到了儿子儿媳 为了更好的帮助这个家庭解决问题 主持人再次与儿媳 进行了电话连线 大家好 王女士 你好 你认为婆婆是个什么 就是什么性格特点的人呢 我也说不好 反正我就觉得 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吧 比如说有什么事 当面当时发生这件事情 当时说出来 就不会这样了 她当时不说 然后师父还 她睡觉的时候都琢磨 琢磨这件事 然后琢磨清了 然后就就不敢忍受地 就爆发出来了 然后让你共同心脏 然后你观察她来说出来之后 你就觉得 如果当真说当真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这样 那你对公共是一个什么样的描述呢 你觉得公共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呢 通过电话连线 我们也能听出儿媳对婆婆的一些不满 并且儿媳认为 之所以会与婆婆之间闹得如此严重 主要是因为婆婆的多心猜忌导致 自己并无心重撞 如今公婆两人的矛盾严重到 要走到离婚的地步 儿媳表示 不会参与其中 并且尊重公婆做出的决定 通过儿媳的讲述 我们能感觉出 要想解决这对夫妻间的问题 首先就要从儿媳入手 虽说她没有来到现场 但是趁着与儿媳电话沟通的机会 专家老师开始试着与儿媳进一步进行交流 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想跟你问一件事情 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单住呢 在一起住 老人也做了让步 为什么还没有赢得一家人的欢欢喜喜 你觉得是公共婆婆本身的矛盾使然 还是说你们年轻人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没有这种平方 那你说在这个家庭中不愉快 那就是 可以啊 可以吗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就搬走吧 如果需要的话 那你自己比方说 我们现在是 因为我们那个是两个线嘛 比较远 孩子入宿路学都是不方便 而且爱人挑发远 你的意思说有现实生活困难 所以临时挤在一起 这个我也跟我公共谈过了 那既然有困难 老人在帮你们 对不对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我已经是感激他们了 我挺感激的 而且我觉得我公共特别不容易 我婆婆就是 每天上午去都买菜什么的 是真的挺好的 我没说他们 我只对这个毛子点 就是因为我最含的脑 然后我婆婆说我马怕吃了马怀 这问题就是在这方 所有的一切都因这而起 刚才我 也分析了 就是 情商低的人实际上 问题就出在这里 在沟通层面 老师要复加一些东西啊 因为你公共也认为他多心 然后我们可以冲出生活 我一直没想到这块来的 你这个沟通方式 你看啊 这就是加工的过程 你这个特别好 你这个表现出来非常好 实际上这就是你们这一家人 所有的沟通 其实就出在这里 然后呢 就理解为 抓住刚才 什么意思 想和我们走吗 你看就直接对 就对接到这里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说他们赶我们走 我是为了换点毛针 如果说让我当天到这 我也可以接受 先解决问题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解决你走 还是留的问题 是解决老两口 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 所以这作为一个俯衬 你说你意见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其实你别的问题 都可以不回答 你就回答我分析的 你婆婆的心理 她有点多心 然后可能是由于 老被否定 长期被否定 有点不自信 完了她可能又太爱 老公公和您的丈夫了 然后就老觉得 自己好像被排挤 所以有时候心就 就所谓的多心就出来了 你同意这个分析吗 或者说作为女性 你同意哈 行那就好 你愿不愿意 顺着这个调整的方向 你也去做一些调整 可以吗 可以 通过与儿媳妇的交流沟通 我们能发现 她心直口快 或许也是因为 她这样的性格 才会在生活中 与婆婆屡屡屡产生摩操 但是通过专家们的 习心分析 她也表示 愿意与公婆同住 从而享受到 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 解决问题的希望 但是面对于 儿媳的通话 场上的老两口 却都沉默不语 为了更好地化解 他们之间的矛盾 我们决定 连线家中的 另外一个重要成员 就是他们的儿子小王 我们再来跟儿子连个线 你好 你好 因为妈妈一上来 就拿着爸爸写的 一个离婚协议书 我先问一问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你觉得爸爸妈妈 真的走到这个份上了吗 常见的事件的 分析移情的吧 主要还是家里边 没有这种 良好的这种 公共这种环境 那我问一下 你觉得是爸爸妈妈 之间的问题 还是这个妈妈和 儿媳妇之间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还是 他们俩的问题吧 可能那个和我媳妇之间的问题 还是站 不是说没有 他们俩之间的问题 是总经 如果说几个他们俩的问题 能够完结 我爸和我爸之间的模价 那当然更好 那我想问问 你觉得家里面 就是因为你太太也谈到了 我们家里面 就是好像沟通的 机会比较少 大家很少坐下来 心情契合的谈话 也很长很长时间了 就是说总共结婚 而是说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 此时儿子小王说出 父母之间的争吵 伴随了自己的 整个成长过程 他们之所以走到 今天这个地步 绝不是因为自己的妻子 完全是因为他们之间 常年累积的怨气 所诱发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 要想彻底 平息家中这场离婚风波 婆媳关系的缓和 是重要的一环 因此 儿子在这中间 就起非常重要的角色担当 就是他们俩之间的沟通 沟通的桥梁 我做得不太好 其实我们会在场上 跟爸爸妈妈 做一个更好的沟通 但是你和妻子 沟通完了以后 我们也希望 就是大家都要去调整 对于这个家里面 对 不可能去改变 任何一个人 而是所有的人 好吗 稍等一下 丁丁老师跟您说两句 我个人认为 你们家庭中 主要是一个 都情商不太高 然后都不能 很好的聆听对方 然后很好的 耐心地去沟通 其实主要问题 出在这里了 但是呢 就是说 一个复杂的家庭 可能会让情商不高的人 变得更加的雪上加霜 对于老两口 一辈子都沟通得不到位 你让他们老了老了 到现在学沟通 复杂的这些关系 恐怕也是个难事 那比如说 为了躲避这样的问题 因为现在 由于这个问题 导致全家生活不愉快 能不能不这样生存 比方说老夫妻俩 自己在一起磨合 别弄了老了老了 离了婚 如果说条件有几种方向 当然我们是希望 能够允许足利去生活 但是你觉得 正在这个条件过去 对吗 因为孩子还小 还要上 还要上鱿鱼 度过这个男期 你们个人认为 有多少年 就比方孩子小 你认为什么时候就在 还有两年 对吗 对 就是说在这个一家人中 这个气氛都比较沉稳 都不太会沟通 这时候其实需要一条鲶鱼 这条鲶鱼呢 比较稍微活跃一点 稍微放弃啊 放弃一下自我 就我为了这个家庭 我更付出一点 我是更加息事宁人一点 你们家缺这么一位领袖式的人物 稍微活跃一点的一个人 谁愿意担当呢 如果说要调整的话 当然我是 这种调整的 此时对于起到家中粘合剂的作用 儿子的态度非常积极 并表示会全力以赴的去配合调整 并且在我们的前期采访中了解到 儿子其实一直都在为了缓和父母的关系 做着努力 有一次那动手 后来那次用人吵架 用人要那什么 我们家儿子给我们俩交一块 你们俩有什么话 你说 他说 儿子跟我说 我替我爸带他赔这道歉 一过去就过去 儿子的积极配合 使我们增加了调整老夫妻之间关系的信心 对此专家老师 也给出了非常重肯的建议 小伙子我对你 我就有一点建议 我希望你拿出跟你妻子沟通 包括对妻子的这种理解 这种分析 那么精确 把这种精神多少 用到爸爸妈妈身上一点 然后充当一个家庭的粘合剂 让他们老了老了 相依为伴 不要走到 说的我们不会处理了 我们不会处理情绪 好吧 我们就用更坏的情绪 我们就昏吧 不要走到这一步 好吗 同时对于全家人 指出李女士比较敏感的问题上 专家老师给出了解释 从而更好地让家人 理解李女士的一些处事态度 我跟你讲一讲她 你可能多理解一点妈妈 她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 你比方说她跟爸爸出去打麻将 你说老两口到离婚的程度 一起去打麻将 是跟你爸的徒弟和徒弟媳妇 但是你看啊 就是徒弟媳妇可能有一句话 妈妈就记在心里了 两周以后还去算账 如果说这个话是徒弟说的 也许就没事 这些东西女性有时候意识不到自己的潜流的那种忌妒啊 你比方说她对你这个公公和你的媳妇 按理说公公媳妇相处的好是挺好的事 但是妈妈为什么在意呢 那当然她是由于爱你 爱你爸爸的 对不对 所以她可能觉得 儿媳妇那么幸福啊 那么多人想着她 我怎么这么孤单呢 我这一辈子不容易啊 这是她作为一个女性 她的一个潜意识的东西 无时无刻不冒出来 所以呢 就一会儿我们做工作 我们一定会下例在她这里 但是你爸爸上来就说自己 我这个人可狗怂了 我可有打人的毛病 所以你爸爸也有问题啊 所以说不要补脑的都什么 推向妈妈好不好 嗯 这个是肯定的 我说一说我的心得 因为我在家有的时候啊 也要受加班性 刚才建一老师也跟您讲了很多了 是吧 要做到这个粘合剂 我想跟您说的时候 有的时候啊 作为咱们这样的身份 在家里得做翻译 您理解我的概念啊 得做翻译 其实呢 有的时候呢 大家说话都没有恶意 您的妻子呢 因为她生活在她的这个 原生态家庭当中 她习惯了她那样的一种方式 但是呢 可能这样的方式 您的母亲 您的父亲是接受不了的 可能你在中间 得需要有一层过滤网的作用 得过滤一下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不要让他们直接对上火 然后慢慢的去 那您说的非常好 大家所有人的调节都需要有一个过程 对对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我再跟你说一个 就是要学会做一个框 那为什么要有框呢 他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满或者牢骚 对 你看我在家里面啊 经常有的时候 我感觉那个气氛不对 可能快接火 我就去开始故意斗闷粉 想我的办法 我得让大家得在这个环境当中笑一笑 或者呢 避一避 但是这个避 绝对不能够让妈妈觉得 儿媳妇你躲我 也不能让儿媳妇说 妈你是为了故意不离我而离开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要创造一个机会 把他们带领走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做 其实您可能有一点点小的错误 妈妈调节你 没问题 您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 妻子对于你来讲呢 这是我丈夫孩子的爸爸 有点小问题 你们关起门来 小夫妻一说话就过去了 对吧 所以说我认为啊 在家庭当中 您得记住这几个词 刚才说了年节纪 我再给您说两个 一个是我们要作为框 而且呢 我们要作为调节纪 还得做好 这是家庭的好翻译 好吗先生 好 谢谢 此时通过专家与儿子 儿媳通话 他们都表示 愿意接受专家们的建议 进自己的努力 维持家庭和谐 那么接下来 专家们决定 把调节重点 转回到 李女士夫妻二人身上 都听出来 不管儿子也好 儿媳也好 都觉得你们 没必要到离婚的 这个份上 好像在这个家里啊 特别能理解 刚才儿媳妇 说那几句话 因为一开始 我是这样认为的 后来我还真觉得啊 你说这家里啊 都真是 见面相敬如宾 那种感觉 客客气气的 特没意思 而且活得特别累 在这家里好像 就没有阳光 一点都不敞亮 活的 而且说一句话 打个比方说那孩子 这傻帽 刚才说了 怎么能骂人呢 怎么教孩子骂人 甚至于这个 刚才这个阿姨 可能会认为是 在骂自己 对吧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生活中 很常见的 比如说小孩 你这个小坏蛋 什么你这小傻瓜 你还能说 这些都是骂人吗 也不能这么去理解 也可能是一种爱诚 把他无限地 给他放大了 更加恐怖化了 这种活玩 家里活得有点意思 有点欢声 有点笑话 滋味啊 对 有点味道 这才好 就是叔叔阿姨 您二位 如果把日子 过得这么紧巴的话 您有您的原则 阿姨 看看先生 二位都坚持自己的原则 咱这道菜老是清水煮 不知道 我听这话 我真不习惯 您不习惯 我跟你说的 更不习惯的 您受不了的 您听我一句话 您更受不了 我一进门 我儿子拍我肩膀 跟我说 刘尊同学 说给你买了一双鞋 这要到您家 可能就大几 不知道 还不动砖头 动棍子 有时候 我马上说这句 我说谢谢哥 我们之间就这种交流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之间互相 没有觉得 谁伤害谁 反正大家很快乐 我说我叫哥 那倒无所谓 那开玩笑 大家到您家 可能就受不了了 您可能拍桌的时候 还有点备份没有 这不胡说八道吗 那倒无所谓 那您能觉得 这无所谓 那您就是一个 良好的开玩笑 您知道在刘尊老师家 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刘尊老师不是说 因为他们松弛 因为他知道 他首先理解了一件事情 无论他的儿子 跟他说什么好意 他为了什么 跟我这么开玩笑的 为了逗他老爸我开心 他会这么理解 他不会理解说 你这是没打没响 你这是想要惹我生气 他就是想理解 你就是为了我开心 放松松弛的状态下的生活 才会更舒服于心 所以阿姨 我们没有人说 可能有一些不恰当的用词 这是好习惯 我们不支持这个 但是我们希望 首先您不要从恶意的角度 理解儿媳妇 她比方说是针对您 或是刻意要 包括叔叔您同样 也别觉得阿姨什么事 认真了 就觉得阿姨是要找茬 就是我觉得 首先这家里 都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里游戏吧 那个你们体会一下 这游戏什么意思啊 几位老师把自己位子里的垃圾扔到台面上来 真有 这当然是 这个垃圾 这不是我 不是我干的啊 我声明 还真有 还真有不少 通过这个过程 你们先听啊 有人就使劲解决 这可不是我干的啊 这可不是我干的啊 对 有人就开始解释了 你知道 这就人和人不同 有人尿不及的就给扔过来了 是吧 你看人和人是不同的 好 这是垃圾 你们俩手里有吗 没有 叔叔手里有吗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您手里拿的是什么 就是鞋缸吧 你看 你看 是不是垃圾 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我手里可不是垃圾啊 我手里是提高 其实你要扔这儿来 照样还是垃圾 对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定义 这一堆是垃圾了 因为几个人都扔到这里了 对不对 阿姨 您觉得这一堆垃圾 跟您有关系吗 我觉得环境不好 觉得环境不好 叔叔觉得这堆垃圾 跟您有关系吗 我感觉在这个场合 乱扔垃圾 那更不好 更不好 好 你们俩谈的都是一个主观世界的 对不对 但毕竟你们俩 谁也没来捡这个垃圾 你们还是从距离上跟垃圾 是不是有距离 阿姨是设想啊 如果说您捡这个垃圾 这垃圾是不是就上身了 来捡两把 你看这老夫妻俩啊 是啊 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就变得 这个垃圾和我们有关系了 因为都跑你们俩手里了 你们是做的好事 这儿没了 但是我都跑你们手里去了 假一个家庭啊 这里头有儿子 儿媳妇 小孙女 然后什么 还有家里的一些 要做的事情 好 都让你们老两口 给收拾干净了 你看这个 叔叔 叔叔还奋不顾身的 拿自己的 那个小手绢 你看把垃圾给裹了 哎呦还揣兜里了 这垃圾就更上身了 表面上看 叔叔的行为 阿姨的行为 阿姨现在不离不弃的攥着啊 都是好的行为 对 因为我们评价系统现在是 哇有垃圾不好 这个台面脏了 然后呢 现在呢 他们俩做好事 把台面收拾干净了 我说的意思是说 假如说这有些闲话 一些特别讨厌的闲话 什么诸如傻帽啊 长不长心啊 什么你这么笨啊 你那管闲事啊 等等等等 就是家庭生活中 有好多讨厌的闲话 在这里 其实我们忽略过去也可以 就垃圾在这 在这反正跟我没关啊 我周围是干净的 我们俩是干净的 但你们俩恰恰就给捡起来 还捡得那么干净 这就累着自己了 阿姨您攥着累不累 不累 是不累 因为是您捡的呀 你死我也得攥着呀 因为你要放弃 就失去了捡的意义了 叔叔您把自己的能用的手 就要先用不了了 揣得严严实实的 其实这就反映你们两个 在生活中的问题 这个垃圾 谁创造的 谁挤 这垃圾跟我没关 我就不捡 叔叔阿姨可以把你们手中的垃圾 找个地儿放下去 这垃圾不属于你们 你们随便放 随便到哪里去 垃圾桶 垃圾桶 好 我们这个后边就有个垃圾桶 出去的时候带出去 出去的时候带出去 阿姨您随眼 大家说是阿姨这个 对待垃圾的处理方法好 还是叔叔这个方法好 阿姨的好 为什么是阿姨的好呢 有问题解决问题 有错误改正错误 是吧 有什么事说什么事 叔叔呢是 你看大家否定您了 您叔叔现在给扔下去 太好了 现在两个人是什么感觉 轻松了 轻松了 太好了 就要这句话 生活轻轻松松地过 这垃圾跟我们没关 我们这么大事 我们还得好好活着 还打麻将去呢 我们不捡 所以不多心 阿姨 这话主要是助您说 不多心 咱不捡那垃圾 好不好 我觉得金一老师 这个心理测试特别好 攥在手里的感受 把它扔出去的感受 其实和你们的生活 随时可以挂在一起 而且呢 我是觉得刚才 我们跟您的儿媳打电话呀 会发现 她真的是一个不值的人 可能她有些说话方式 你不太喜欢 但是呢 她真的没有心要针对你 因为我们会觉得 她也不是那样一个 没有礼数啊 或是那样的一个孩子 我们想一想 其实有些话 我们不要往心里面取 录制现场上的 这对老夫妻 针对老师所提出的 一系列意见 老两口还是都沉默不语 或许他们各自心里 对对方 还是有着很多怨言 为了进一步 打开他们的心结 建议老师提出 再为他们做一个心理测试 这是一张表达 情商的一个图片啊 就是阿姨 你们站到这棵树的前面 假如说这是九颗果实的话 叔叔也过去 我们只能摘一颗 你们愿意摘下哪一颗 等于是妻子说理解 丈夫说合作 太好了啊 如果你们两个人 一个摘下理解的果实 一位摘下合作的果实 说实话 不光看好你们这个35年 还要看好未来的35年 实际上这个果实 你们想当初全家人 都在拼命地摘那个最高的果实 就是你们的直觉太高 是吧 直觉高是代表创造力 但你们如果把直觉 全部用在了人际关系上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 你们去抓理解的果实 合作的果实 我相信未来的35年 甚至更长 都会非常的幸福 您不是老看我们专家吗 我们专家说了这么多 我相信您也都听明白了 您啊 您跟叔叔坐一块 刚才阿姨摘了一个理解 我们专家又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希望您能理解 您的老伴 为什么有的时候 他会有生气的情绪 因为您老不懂他 就有时候女人啊 发点小脾气的时候啊 叔叔可能也明白 阿姨这个时候就是说呀 你在向着我 你别再向着那边了 你越向那边我越生气 是不是阿姨 您得理解阿姨 所以阿姨直接去摘着理解那个果子 不相理解 所以叔叔又选了一个合作 我觉得叔叔摘着合作 阿姨一定要记在心里 阿姨就能理解 叔叔您也要记在心里 两位可以拉拉手吗 哈哈哈哈 面对主持人的提议 妻子面的想法也多了起来 而坐在一旁的丈夫王先生 却是面无表情 没有任何举动 似乎在丈夫的心里 对于这段婚姻 还是存在着些许的忧虑 面对这样的局面 专家老师 又该如何打开 丈夫的心结呢 彻底打消 丈夫的离婚念头呢 我记得叔叔 刚才您拿着这个纸 说上面写了很多东西 有很多是阿姨的优点 是吗 不是 都有啊 有 来我拿着来听听 之后要听听优点 字比这个字大吧 可不 这也是重点 特别大的两个字 优点 叔叔您自己来说吧 我这老伴的亲眼过日子 精打细算 就喜欢买点那个超市的 特别的 便宜的 有优惠活动的就多买点 你看您这就说了这么两句好听的 阿姨那脸都乐开花了 对待自己从来不乱花钱 自己买的衣服没有贵的 这衣服是他都买的 是吧 六十年给您买衣服的 六十年说是他都买的 六十年说给我买一项链 这是他都说生日的时候 哎 你看阿姨一直没说 这今儿感情是穿着来录节目的衣服 都是叔叔给买的 鲜红鲜红的 我还想说呢 今天心情不好来录节目 还穿个大红色的 原来是叔叔给买的 还有什么 对待老人好 就是对我母亲好 阿姨的缺点 刚才我们都知道了 其实发现这个缺点是二位共同的呀 就是都是脾气有点急 那我问问阿姨 您觉得叔叔有什么优点 您也跟我们来说说 他那个能吃苦 挖苦挖来的 在家什么清理的什么抽烟机 擦厨房 这是当年的结婚照 那个时候真的好年轻啊 看到这张结婚照 美金特别有名的 对特别 这张是他花的钱 哦 怎么是阿姨花的钱 他那时候没钱 他那时候没钱 我说他那个 留个经验 表话真的地下很大 你看现在叔叔已经满头的白发了 对啊 但是你看那张照片好 真的好甜蜜啊 此时此刻 录制现场的大屏幕上 投影着这对老夫妻的结婚照片 似乎场上的气氛 慢慢变得舒缓下来 当主持人再次提到 新婚当天的事情 已经白发参半的妻子 微笑着低下头 仿佛看到了年轻式的自己 我那时候脸皮特厚 那你还自己吃 就赖了吧唧的 跑人家坐着不走 老乡求婚 你嫁给我吧 没有你我活不了了 昨天还说的 老挂嘴边 是谁啊 老那样 跑我们家去坐着不走 哎呦 这多好啊 多值得回忆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把您和阿姨的婚姻 就比作这一只发表 这上面你看到很多的列文 我告诉你 这不是破碎 这个在收藏行业里 这个或者在瓷器里 这个叫开片 开片怎么造成的 是因为岁月 岁月的痕迹 所以我把这些纹路 比作是您和阿姨的皱纹和白发 其实这件瓶子您看到了 即使这样 如果我们把它从中间打破 或隔开的话 把它分开 您觉得这个瓶子 第一它还值钱吗 肯定不值钱了 那它还能立得住吗 立不住 还漂亮吗 那我能跟他更贪不上 还是 那你说这一半 还有意思吗 要不然我们说是专家呢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道理 您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对吗 叔叔 谢谢您 谢谢 不谢我 应该谢谢您 我应该客气 此时场上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但是王先生 依然没有说出 打消离婚念头的想法 我们能看出李女士的内心 也还是有着很多的怨言 那么此时她的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呢 这对一起走过35年的老夫妻 究竟会何去何从呢 记得她们前面说的吗 阿姨想五一结婚 叔叔想十二月结婚 而且好像说的是十二月二十八号 对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快 那就是这几天就要到了 对啊 对 马上就要到了 是十二月底吧 我记得前面说 十二十六号领的证 二十八号结婚 因为她说两天嘛 是吧 所以呢 快到了 三十五年结婚纪念日 三十五年的结婚纪念日 刚才上网查了一下 是什么 珊瑚婚 先生您不在新婚之夜 让妻子流眼泪了吗 您现在没想到 一个女人渴望那种温柔的 那种温柔造成的眼泪 您今天一定要懂这一点 妻子您要知道 您这辈子过到现在 您是不够温柔 就是你们俩都想要有温柔 今天咱们重新开始 在三十五年珊瑚婚的时候 都学会一把温柔 好不好 大家拉手拉一下 我看你们俩谁先拉谁 阿姨害羞了 来 叔叔 来 鼓励一下叔叔 来 叔叔 早一点 稍微早一点 一会儿吧 丈夫迟迟不肯伸出手 究竟是因为羞怯 还是那些真的不情愿 将不堪回首的往事 就此别过 到底是什么样的纠结 不愿同妻子牵手 对于丈夫的内心想法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从妻子的表现看得出 妻子似乎已经将 不好的回忆置之脑后 丈夫愿意说出 她心里的真实感受吗 此时已经录制 将近四个小时的 这对老夫妻 会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 重归于好吗 不许我回到原单位 我那些让他得罪的朋友 我怎么跟人见面 您那些所谓说得罪的人 可能早都忘了 您不用去计较纠结这个 您说如果我在这里牵手 怎样去面对您的那些老同事 当然我要告诉您 如果今天可能您不牵手 他们就会保汉众生 他们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 其实我相信您今天的这个牵手 会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他们也会内心当中 对自己曾经做的事情 有一份宽慰 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错语对 难道都那么的重要吗 所以说还回到这个主题上 理解与合作 然后我们看 我们有没有一个温暖的 给大家以心灵上 启迪的那种结尾 我们不强求这个结尾 但是我们在期待 其实能在一起 走过一辈子的 就是能够共同经历风雨的 有问题解决了 我们就迈不向前 我相信叔叔也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其实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 很多人心都是特别质朴的 其实我们常说一句话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其实与自己相伴时间最长的 到底是谁 当我们去掐指一算 我们会发现 就是我身边 已经白发斑斑的老爸 此时面对专家老师提出的 让两人牵手一事 王先生一直迟迟 不愿意主动伸出手 于是主持人提出变化角度 希望妻子能够主动向丈夫 抛拦拦枝 那么王先生会统一吗 阿姨你能不能 然后理解叔叔的心愿 他想合作 你主动先伸出右手来 叔叔看看那边的手 这是一场迟到了35年的温柔 怎么事 他哪有没钱 他哪有没钱 这一次你拉起我的手 我等了35年 我那时候脸皮可厚 老乡求婚 你嫁给我 你嫁给我 这一次你拉起我的手 我判了35年 仿佛一下子释坏了所有不甘回首的往事 记起的都是在你身边的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俗话说 少年的夫妻老来的伴 我们希望每一对步入晚年中的夫妻 都能守护好陪伴自己一生的爱人 珍惜共同走过的每一段时光 相爱简单相守难 在这个寒风连烈的冬季 让每一个家庭都因为有爱而变得温暖 他当然他就亲自做得好可怜啊 很切瘋啊 他为爱备受折磨 我不想说这个 就现在你做战务做得好失败啊 你过去了我也不想再提 他为爱作茧自负 这个女的平等现在过得不好 她现在又想着我们家人 又走我们家的电话 会觉得这个太太完全掌握了你的动态 好日子却不会好好过了 平均不一般的同学吧 他们和神秘女人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 那女的叫什么人呢 所以我们这个事情要一层一层摊开来去说 我那同学啊 人家哥开公司的 家有车有房 谎言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经济纷争 无碍婚姻又将何去何从 看谁在说 为您一一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